影片假设传上去的,传上去也是把它改成私人的 那我今天答案几个步骤 第一个,你这个箭头里面有蛮多 比如包含,第一个,备份的话你可以下载 除了下载之外的话,底下有什么删除等等的 其他功能,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来看一下枪画 所以你可以点选你上传的某一个练习的档案 我这边是用早上火车爷来做练习好了 那我们可以做哪些动作 比如说自动修正,不过这影片还OK 稳定我刚刚讲过,你可以 最好你找一个你自己拍的影片也好 那可能会晃动,放上去,试试看 你会发现那个影片真的比较稳定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功能 另外还有慢动作 还有就是说那个快转 像缩时摄影最多它可以到六倍 六倍指的是把影片快转六倍 那这个慢动作指的是让它慢动作到八倍 所以变成slow motion很慢 那底下有一个所谓的剪辑 那这个剪辑的话,顾名思义 其实就可以取代像那个我们上次上课 那个快速剪辑工具 我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你按剪辑的话 它是怎么样 它是在云端上面帮我做剪辑 比如说我想要剪出什么 剪出可能他讲火车那一段好了 假设这个开头 这个结束 时间因为我大概抓一下大概就可以了 这个头这个尾 有没有跟那个之前那个快速剪辑软理方法一样 只是说呢,我们之前是用拖拉的 那这个是传上去 放到这边来 找到记得哦 剪刀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它那个剪辑工具 一样是剪刀 这两个其实功能差不多 只是一个放云端 一个是在电脑里面 那差别 主要当然就是你电脑上面执行一定比较快 云端的话可能有些变数 像等一下如果你们用 会很慢 那你要心理准备 因为这没有办法 这个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况 除非说拉一条专线到YouTube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高 所以等一下练习的时候 大概知道了 慢一下是会等一下 可能会列格的几秒钟 然后最后记得按完成 完成之后呢 那这个影片我就剪下来 记得哦 这个影片剪完之后 你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储存 不过特别是如果你储存的话 它会把你刚刚的那一段 怎么样呢 把它盖过去了 也就是本来完整的是8分50秒 那因为我剪完之后呢 可能剩1分24秒 那如果你按储存的话 那就剩下一分24秒 剩下了不欠了 所以如果你要怎么样 假设你不是要这样子 你希望原来也保留 只是另外再剪一段的话 比如说可能这一段怎么 讲的是 这一段叫什么 叫火车爷爷 讲火车 他有点太长 你会发现 如果你按订存的话 原来的影片也会存在 只是呢 他帮你产生了另外一个副本 但是这样副本名称感觉怪怪的怎么办 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更改他的名称 目前呢你会发现他是三点 意思是他还在转 他不像快速剪辑软体 剪完马上好 他是剪完之后 他的伺服器那边 可以帮你转 那有时候快 快大概一两分钟就好 慢的话呢可能有时候好几个小时 还没转完 所以这个不一定 所以这个时间上 那我们如果要更改名称的话呢 你可以点一样 这个上面的三角形 资讯和设定 把它稍微设定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也许我这边是 这个功能我是用火车爷爷里面 等一下有练习就是 云端剪辑后面 请你用另存的 然后呢 后面加上什么 比如说我练习的是剪辑 那我就在这边怎么样 练习叫剪辑 OK 我就讲剪辑就好了 当然 等于是说你把那个云端剪辑工具 这么多个 反正你就每个练习 练习完 练存 练习完练存 那也不用太多啦 大概练习 你主要 你需要那些功能 大概三个到五个就可以了 反正你就最后 再把那三五个 变成一个清单 将来绞交就是让我知道 你练习完了 这样子 OK 应该可以理解 我们把它儲存 记得要变更完 儲存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会产生 完成 但是它要必须一样上一页 或者我建议呢 你干脆点选影片 点选影片 因为就不用重新整理 因为你上一页 它可能名称还是旧的 那我们就是 它这边会出现剪辑 那处理速度的话 现在应该比以前快好多 以前的话可能转好久 一个小时之后 现在已经转完了 它会闪一下 好了耶 所以YouTube的伺服器 感觉上比以前快 以前真的要跑好几分钟 所以 它是一直在不断增加功能 那这个剪辑功能练习完之后 请各位再回到原来的这个 再做其他练习 强化 那强化里面有哪一些可以再练习的 包含也许就是说你可以再试试看 什么呢 那这边的话我也许用那个什么呢 滤镜 那滤镜里面的话呢 也许啊 这边滤镜一堆啦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这某一段影片 我看干脆剪完这一段 我用刚刚那个剪的这一段 来做那个滤镜 因为那个档案比较小 可能会比较简单 然后强化 里面的话也许啊 各位练习滤镜部分 我这个滤镜 大概用到的几率是不高啦 因为主要就是把那个整个气氛换一下 比如说这个 他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让他看起来更加的有节庆的这个效果 那你可以套用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他会让你知道说 大概那个套用这个效果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整个影片 就会感觉比较热一点 有没有 感觉 我因为这个影片 我只是大概 他好像在这边多一个这个效果出来 所以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另存 另存 另存之后的话呢 就滤镜 OK 你就练习一下 主要是做练习 一样 把它另存影片 另存影片之后的话呢 那一样再去修改 这个修改的名称呢 也许就是叫什么 滤镜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 也许再进来一下 这个 最 我觉得最好用的是 刚刚讲过 模糊效果 这个模糊效果 就是马赛克部分 因为马赛克 有时候你要自己加马赛克 那你可能要用一些比较高阶的软体 才有办法做到 但是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希望 他自动帮你加的话 其实你只要看到模糊效果 里面有个所谓的脸部模糊处理 为您的影片中人物进行脸部模糊处理 那其实讲白话就马赛克就好了 他干脆打个马赛 加马赛克 这样我就知道了 不然写模糊效果 谁会知道什么叫模糊效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效果 按编辑 编辑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 这边注意的 他有一个是制定的 有一个是预设的 那你会发现他现在正在处理 有没有 处理百分之多少 那我怎么知道 他处理完的效果如何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这没有侦测到 他没有 还是还没跑完 可能还在处理 那他处理完之后 他会自动帮你把影片里面 只要有人的部分 他都会帮你打马赛克 OK 不过问题来了 那如果有一些人 你不希望做马赛克怎么办 有一些人要 有一些人不要 那你可能就需要什么 他现在还在处理 OK 那可能就是 要让他全部跑完 因为他现在做什么 把这个影片里面的每一个 每一个 影片实际上就是一张一张的相片 只是一秒钟有30个影格 就是跟以前的卡通影片 连续 因为视觉战流 所以你会发现 他现在 做好有没有 他里面找到这些人 他问你说你要哪一些人做马赛克 这么多人 好 全选好了 如果全选 这功能好像又跟之前又不一样 之前好像就全部了 他没有办法选 现在我是全选 甚至你可以拿 这个演讲者不要 有没有 其他的都打马赛克 那我们先全选好了 先试一下看一下效果 把它拨一下 OK 有没有看到 他马赛克了 然后演讲者 演讲者也要马赛克了 有没有 OK 可是如果说你不需要他马赛克的话 你可以把打勾拿掉 有没有 我看打勾拿掉 他会好像马上 OK 但是他有 这个拨还是有点卡卡的 OK 这个有的 那如果他不要马赛克 其他人都马赛克的话 有没有 他没有马赛克了 OK 所以这功能太棒了 其他软体也没有这个功能 尤其是如果你要当个YouTuber 你常常在外面拍一些影片的话 你如果要避免到时候侵犯别人的 所谓的那个肖像权的话 那一定就要 不过这个他好像没有 他没有 因为一半的脸 他演这个没有 所以 这个应该没问题 把他储存一下 先取消一下 另外还有所谓的制定 那什么叫制定 就是说 你要不要做那个 这怎么还在播 制定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希望哪部分 要马赛克 你可以自己选 所以我想你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用那个脸部模糊部分 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制定的部分 画面先还宇 各位 如果您有一个 画画的 可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